字符語 大家好,我是梁sir 今次這段影片其實就是我的頻道 一個新的project的第一段影片 就叫做字符語 同一時間,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這個頻道有100個朋友去訂閱了 無論你是我的學生,還是不是我的學生 我也很希望這個頻道能夠幫到你去溫習 又或者有些新的知識,你能夠從中去學懂 說回這個新的project,字符語 其實是想以一個閱讀報告 或者一個讀書會的形式 去分享我最近看過一些書 當然,你不要跟我說,兩時開旗票 開完又不一定拍的 其實陸陸續續,我都已經有一些書 有個list已經出現了 好,還有我這個頻道 其實拍得多的都是一些功課的影片 有些溫習的影片 就沒甚麼可以去推廣閱讀文化 我也希望這個頻道有多一重的使命 就是令到大家多些讀書 正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就如有神 我經常都建議我的學生看多些書 看廣一點也好 看深層次,轉深一點去看獨立一個題目也好 可能你會問,神經病,梁老師 看這麼多書,你都不一定記得了 看這麼多來做甚麼 我不是要求大家,在所有書本本都記得了 但如果每本書你都記得1%的話 少數怕長計,累積下來的話 其實你已經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知識 入了你的腦 那你就可以將你的知識套用在你的生活上 那當然了,整段影片雖然說讀書報告 我又不會將整本書都說出來 所以就不用擔心,說完整本書 都不需要再看了 我一定不可能劇透 再加上這段影片真的純粹是推廣著讀文化 這本書是可以怎樣看的 裡面有甚麼內容呢 我覺得很有趣 都是個人意見來的 我覺得很有趣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附以通識科的概念 又或者附以深入科的概念 去令大家知道 原來我平時在坊間買的一些書去看 原來跟我們現在讀的東西都關事 可能是將你們學的知識深化它 又或者將你學的知識鞏固它 其實都可以的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講一下今次我想介紹的這本書 今次想介紹的這本書 就是突破書字的最新一期 就是我們都是數字盲 那講數字和講盲 那是甚麼意思來的呢 其實這本書的切入 就是有關於文盲的 喂,這是甚麼字來的 大家有看過這部電影 是一個醜字 但有些人說 死吧 字都真的不懂多隻 對於我們稱呼它為文盲 但來到現代社會 究竟文盲是多了一種甚麼意思呢 是否不懂字就算數呢 原來又不是的 因為在現代社會裡面 我們很需要大家不斷去學習 去適應這個社會的變化 所以其實盲呢 我們也多了很多種類 第一類就是科技盲 當然 現在新一輩的年輕人一定未必是 但可能九一輩 阿公阿婆那些 他們真的未必認識 但這個社會也很好 有些不同的資源機構 教一些公公婆婆 去用電腦 用電話 令到我們的科技盲 可能是少了的 第二款功能性盲盲 就是不懂填表 不懂看地圖 不懂看統計圖表 尤其是這一類型的統計圖表 X有兩個族 分別是單程證持有人 和單程證佔本港新增人口比率 其實兩個X族 究竟怎樣看法呢 有些人可能真的看不明白 這是功能性文盲 第三款就是新文盲 新文盲是甚麼呢 他懂字,但他們不讀書 天龍小學朱子明校長 他也有說 2008在香港的真正文盲 不是那些不懂字的人 而是懂字,但他們不願意學習的人 或者不懂學習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教育 其實是教大家 學懂如何去學習 其實這個是比起 學習本身是更加重要的 好,回到數字盲 數字盲的時候 其實根據我們突破朱子 他介紹了另一本書給大家看的 就是數盲 數學無知者的迷惘世界 他就把數盲分別 歸類了四類型的症狀 第一類,分別不到六個位以上的大數字 選擇性的視力 以偏概存 和混合相關 當然,這段影片我真的抽取一些 我覺得有趣的 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講一下 你對數字有多敏感 你是不是數字盲 當然,平時我們說 數字過十八千萬 大家都知道 你盲知是什麼 盲知是什麼 益知是什麼 笑知是什麼 魚子逐中 有很多類型不同的數字 幾多千萬個零 都放下來了 一些這樣的無量大數 究竟這麼多個零 我們就未必擁有得到 但是這些數字 在我們生活當中 究竟會不會出現過呢 你的數字有多敏感 當然,這麼多個零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們有辦法 就是我們在香港 有一個很脆出的人士 無論多大的數字 他都能夠化成 一天一罐罐的午餐肉 呈現在大家眼前 這個就是我們當代 香港的一位偉大的 做學家 朱發家 王國興先生 對不對 新機場跑道 用142億罐的午餐肉 議員拉布 究竟拉了多少罐的午餐肉去呢 相等於十六萬四千五百一十六罐午餐肉 王國興先生 這個人真的很美麗 是不是 他能夠將任何數字 都能夠化成一罐罐的午餐肉 新機 頂級 超長 任你們都可以說 就是演繹 都是瞄絕 現在就來看看 現在先給大家 就是這樣 已經一萬 一萬大家應該沒什麼問題 一萬就是我們的 私樓每月租金中位數 港人的每月收入中位數 都只不過是 15000 當然 扣了租 只剩下五千多 生活費 乘車 吃飯 但當然 我想看的是社會問題 就是 新的公屋 最便宜都不用一千元 但是將公屋的租金 扔到私人屋院 想去租的話 其實都是一間房 都未必租得到 公屋的租金 最便宜不用一千元 但只夠加私樓的管理費 屋都不用只要你買 另一款就是 八萬 香港特首年薪 五百萬 立即加了薪金 還可以入住禮賓府 有些津貼 也有22天的年價 很好 但下面的六百二十萬 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是香港樓價中位數 你會覺得 特首這麼高薪金 都好像未買得到 但不要緊 他又得住禮賓府 但對於我們不是 不學十九年 你才可以買得到樓 證明到 其實香港的樓價 確實是幾高 好 然後到千萬 千萬 香港劏房奧窄價 就是一千萬 多少尺 二百二十一尺 但樓下的八千萬 是甚麼來的呢 八千萬就是高鐵每個月的營運費 高鐵每個月的營運費 八千萬 兩年之後還可能有升幅 馬時香 他這樣說 不怕還有調整 但說起火滾 就是被人質疑 他的安全性 最重要的是知道 這個磨蝕 會不會影響 將來的系統的安全 是吧 這一方面 我們同事已經說了 是不會的 那就無謂再給太多的資料 所以你們那天不給 我就覺得是對的 因為沒有意思的 給了出來大家 因為大家都不是結帳人緣 我們告訴你OK 就可以了 你不用擔心的 一定要相信我們的管理層 如果不是 我們這樣下去 我們的管理層 不用睡覺都可以了 因為每天都這麼多事情發生 我們市運當時 不只是高鐵的 就算普通的地鐵 其實也有很多問題出現的 難道要我們所有問題 都向你們報告嗎 不可以的 不是吧 馬時香 你說這些話 所以 其實這八千萬 花得值不值呢 你無以待 看看高鐵如何 好 接著到兆了 兆的話 一兆 你覺得什麼呢 一兆就是金融熱錢 其實是說 在2008年 金融海嘯至今 有多少錢 是湧入了香港的 其實不難理解 我們又不是媽 把錢 倒入到香港的金融市場 但一兆你已經覺得 神經病 是什麼數字 但究竟一百六十兆是什麼呢 原來一百六十兆 是美國國債 投資還錢的時候 你會發現 用這些數字去類比 如果用回王國興的五餐肉計算大法 都真的 吃到二零四六 吃到世界末日 你都應該未吃得完 但你會發現 原來的數字 究竟一些人對數字很敏感 一兆 OK 多少個零 一百六十兆 好像很輕描淡 像跟你說 美國國債是一百六十兆 其實就是看看 你對數字的敏感程度有多高 這是第一樣 我覺得這本書 其實是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我先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 就是有關於 究竟你對數字有多敏感 去判斷自己是否一個數字盲的人 好 第二件事 其實就是有關於 大家面對著這個世界的訊息的時候 究竟你會選擇於 看圖畫 看文字就算了 圖有真相 但有多少時間 還在看數字呢 有多少關於香港的統計數字 你真是認識的呢 其實我們其中一位統計學家 Ellen Smith 其實他都很推崇 其實你真的想去認識一個地區的時候 統計絕對幫到大家 可以很快速地知道 究竟在這個地區發生的是什麼事情 好 接著我們就看看 一條有關於香港的數字 香港究竟有多少人 是用普通話作為日常用語 現在我們講的這些人 是以常住居民去做底數的 其實原來比起我們想像中 其實可能數字是低很多的 2%而已 這麼少? 真的只有2%嗎? 為什麼我不覺得呢? 其實不難理解 因為我們都在講常住居民 我們不包括那些遊客 第二就是說 你懂得說普通話 百分比當然不是2% 但用普通話作為日常用語的話 數字也不一定是對等的 就到了第二條題目 就是香港有多少成年子女 是跟父母同住的呢? 原來我們看到的數字 原來有76% 但我們要想的就是 究竟有什麼因素 導致成年子女 都會跟父母同住呢? 那跟父母同住 又有什麼問題會產生呢? 又或者其實根本沒有問題會產生呢? 但如果真的有問題產生的話 又有什麼建議去解決改善這些問題呢? 你想一下 只看到一個數字 只看到你腦都跑了 但這些就真的要思考 好,接著就去到下一條 就是香港 究竟每天有多少人自殺死亡呢? 那就是自殺人口 原來我都有900多個 你會發現 那個情況其實都很嚴重 但我們要留意的是 只有數字不是很大 你想一下 那究竟自殺人口的年齡分佈是什麼呢? 他們的自殺成因是什麼呢? 反映了社會的什麼社會現象 以及有什麼建議 可以令到這個自殺人口的數字 要簡單一些呢? 那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了解了香港之後 究竟有什麼事情 我們要再進一步去思考 總之我們去到下一部 其實就在書裡面 都有一個小的活動 給大家做一下 就是說究竟你相信什麼呢? 當你看到數字之後 其實你有什麼感覺呢? 當中就有參考了一本 這個參考書 就是這樣 A Truth For Art 其實當中 這位統計學家 其實他就做了一個這樣的練習 就是說要我們看一下 參考資料A和B 就指出兩者的關聯 其實關回我們通識科試的 其實就是資料互證題 那當然 這一條特別小小的 跟我們的資料互證題是不同的 我們的資料互證題 其實就是講一下 漫畫和文字 或者統計圖表和文字 之間的 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次不同的 這次純粹兩個都是數據圖表 大家保持著 剛剛聽我說 我相信大家 應該是思索到 一些關聯性 但是其實 那關聯性 是沒有的 是沒有關聯性 他們的關係 就是沒有關係 那你有發現 神經病嗎? 又要給我兩幅圖 又要我去想關係 但誰知道 原來又沒有關係 你會覺得好像很荒謬 但其實原來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是有不少這些情況 都是說 明明可以是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人 就賦予了一個關係給他們 這個關係 其實就是說 混淆相關 究竟他是真的 有這麼巧合 還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呢 近來利物浦入了歐聯決賽 舊事又重提 那當中 有些人就將 傑爾斯、利物浦和教宗的事件 就拉在一起 對上那兩次 利物浦取歐聯冠軍 81年和05年 那當中 也有少少事情發生 教宗呢 他是遇刺 甚至乎死了 還有 剛巧巧 齊爾斯也是結婚的 那當中有些人就覺得 柴爾斯結婚 加利物浦捧杯 加教宗 他們 是有些千絲萬能的關係 那我們看看究竟是否 那我想大家要留意一下 日期 時序 和事件的性質 那因為 在Facebook 看到那幅圖 純粹是將三件事件 放在一起 但是沒有那些日期 我們可以看的 那我們看看那個次序 可能你有少少感覺 那教宗呢 5月13日遇刺 OK 那利物浦那兩場決賽 逼死了 他沒有什麼特別改期 那這樣 到他結婚 結婚是7月的 當中你會發現 整件事 教宗遇刺 是他先走的 不是他先走的 不是他先走後的 你說他先走後的話 就好像 望得見 查爾斯結婚 娶娜娜 和利物浦捧杯 就好像有些因和果關係 原來不是 整件事 竟然是教宗遇刺 是否應該回頭 是教宗遇刺 然後就導致到 如果有禮物浦會捧杯呢 原來我們就發現 原來齊斯是2月定婚的 那些人就會覺得 2月定婚的 那就有些了道 看看2005年發生什麼事 2005年5月尾 捧杯 但教宗其實是4月過生的 齊斯什麼時候再結婚 本身呢 其實結婚日子是4月8號 但其實是為了不要放在同一天 所以避開了 4月9號 但其實你要發現 誰最早 其實原來都是教宗過生最早 那你又會想 那定婚呢 定婚原來是2005年的2月 原來又好像柴爾斯比較早 那你就會想 究竟現在Facebook流傳的是 說 柴爾斯結婚 利物浦捧杯 就搞到 教宗會遇刺 或者過生 還是回頭 應該是說 柴爾斯結婚 然後教宗有些事發生 究竟會導致利物浦捧杯 究竟那個時間 究竟那個時序 究竟那個事件性質 是不是有一些千絲萬累的關係呢 但問題就是 1981年和2005年 其實沒有理由只有這幾件大事發生 大把事發生 1981年不單止教宗遇刺格 朗奴列根都遇刺 不單止是利物浦捧杯 中國女子排球隊 都得到世界冠軍 究竟有沒有關聯呢 又或者2005年 1985年 原來都有人被人暗殺身亡 同一時間有些體育性的事件 同一時間有些體育性的事件 又拿到世界足球先生 其實這些事情有沒有關聯呢 去到200年 昨天剛剛利物浦輸了 1比3 這次就是哈利王子 5月結婚 上年11月就定婚 整件事又看起來 沒有事沒有幹 所有日子都過了 之前其實他在日子中間發生事 現在都沒有事 我肯定可能真的沒有事 那教宗的命運會如何呢 利物浦的聖敗是否真的按決定性呢 還是認真你就輸呢 關乎於究竟我們在看什麼 選擇性事力 你在看的是什麼事情數據呢 究竟是真相 是故事 還是只是偏見 一個常識呢 還是只是說 人只是相信 他想相信的東西呢 然後 講完數字盲之後 其實我們就是想講一下 透過數字盲這個 topic 其實這本書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更加好的意義 就是對於大家做IES 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自己做IES 你要學會去找數據 你要學會去分析數據 其實這個都是講我們整個通識科的真正的意義 那說文解釋有說 各位的學者覺悟也 問者信也 就是透過問問題 去獲得知識 從而將所有的知識歸納在一起 這個就是我們通識科要去學到的東西 那當然啦 剛才一直說 你要找資料 找資料前一步 你就要學會問問題 那無論面對我們的IES 還是面對我們的現實 其實第一步 其實真的要問問題 那當然還有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那些什麼呢 那又要看一本書 你就會知道更多 那當然啦 我們先說問問題 在這個社會當中 其實真的有很多人 他們是答非所問的 你問他A 他就答你B 你問他B 他就答你C 其實總是 都真的答不中的 但是他答不到 是他的問題 我們要懂得問問題 才能對我們自己有一處 所以也不要亂問問題 因為你亂問問題的話 別人就會笑回來 然後再說回IES IES 要問問題的時候 其實在於什麼 第一 就是我們說整個IES的步驟 我要定立一個主題 你想探究什麼 然後就把這個主題底下 刷散成為一些焦點問題 幫助你逐一步去答 那才是一個探究 問問問題 找數據 分析數據 回答我們的焦點問題 再回答我們的主問題 當然了 整段影片我就是想用這本書 當中其中一個Session 去講解一下 我們怎樣去定立一個主題 而再把這個主題拆掉 好 那我用回本書的其中一個例子 再結合平常我們通識科的題型 通識科的拆題方法 去擺在一起看 今次了 本書裡面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政府經常說香港地少人多 所以就要填它 究竟這是不是一個合理的推論 我們在當中當然知道 這個題目其實是說 有個原因 有個假設 接著就有個結論 接著就叫你做一個評估 是不是合理呢 這次的原因是香港地少人多 所以就要填它 是不是一個合理的推斷呢 這個評估提形 由原因推論到結論 當中你同不同意這一款推論呢 除了是否同意 也有多大程度同意 這些都是我們經常會面料的提形 接著要去講的就是 香港地少人多 所以要填海 我們要想 香港是不是真的沒有地 這也是一個新言 但當中我們要留意 香港和沒有地 其實就是我們要定義這條題目 今次的主題是土地問題 地域是講香港 不是講中國 不是講全世界 但問題就是沒有地 沒有什麼地 是講什麼地 所以當中牽涉的就是 香港土地的分類 有什麼類別 以及所謂的沒有地 究竟是有地 而不適用 還是真的沒有地 我們也有另一個問題 有什麼類型的土地 他們是否未被善用 還是被濫用呢 當中牽涉的就是 我們要定義題目 今次講的就是準則 什麼叫未被善用 什麼叫濫用 是不是叫不建房子 就叫未被善用 建了一個足球場 是否叫濫用呢 這是我們要留意的事情 自然我們再去想 香港有什麼土地 我們有中土 我們有限制官地 我們有短期租約地 我們有一些套丁的屋苑地 他們的使用又如何呢 今次我們又要關題目的定義 今次定義的就是 要面對我們這些不同種類的土地 究竟使用原則是什麼呢 因為土地是有土地的公共政策 那這個政策怎樣定法呢 怎樣用呢 究竟那個準則是如何呢 這個我們就要去探究多些 再加上 當中牽涉的也有不同類型的人 不同類型的持份者 因為達地是誰的 官地我知而已 中土地是誰的 短期租約 也有個業主在樹 套丁屋苑地 其實都是關於原住民事 但是有關於丁權的事 原來當中我們將一個主題 拆下拆下拆下 你會發現 原來真的很多的焦點題目 我們需要懂得處理 但是你要明白到 我們問這些問題是值得的 因為我們從這些問題 我們就會搜刮到不同類型的資料 所以我們要去看看 問完就搜查資料了 究竟中土的定義是什麼呢 究竟我們起樓的中密度 高密度是如何呢 我們中密度的豪宅分佈是多還是少呢 那些地是不是拿來足球場 政府批地有沒有準則 有沒有向上流的傾斜 即是說 只是把地給了發展商就算了 拿來建公屋 建居屋 相對上就會少些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還是那些土地 不是拿來給了一些富貴人士的 又或者其他的康樂設施 會不會其實都需要的 但是就不是拿來建樓的 又或者兔丁的資料又如何呢 其實都是說 我們問完問題 就去到第二步 搜查資料 幫我們解決我們的主題目 只不然你會發現 有一個主題目 拆散變成三條的焦點題目 當然有時候可能過多 所以有些題目是可以合併 又或者不是 那條題目都未定義得完 我們要再伸延多一點點下去 轉心一點 都可以 沒有問題 但當然你要記緊 始終我們做IS 都有指數限制的 4500字 OK 所以 這些焦點題目 可能合平 可能伸延 這個我們就要作出取捨 但是 眾觀來計 我們把一條主問題 拆散了 為甚麼呢 其實就是為了回答我們這個問題 香港地小人多 所有填海 這個是不是一個合理的推論呢 這個就是我在這本書當中 覺得是對大家做IS 有用的地方 所以我強烈推薦大家 真的要去 去 去 去學一下 IES 聽完我一輪再講 IES 如何由主題目 刷身到焦點題目 你當然會問 哈哈 我當然是明白了 是吧 你最好多一次 否則我一槍打爆你的頭 又或者 其實我真的很不明白 我聽了很多次 我都聽不明白 OK 當然了 有不明白的當然可以問 但是 要留意的就是這樣 我想為何無故忍論語 其實是想大家知道 學習 當中是會牽涉一些掙扎的 是有困難的 但是因為難 所以就學咯 鬼不想過個生而而知者 一出生就認識了 又或者不是的 學一下就認識 都OK 有困難我才學的 都好 好過沒有 最怕的就是 我面對了困難 我都不去學 這個呢 才是對我們人生成長 一個最大的阻礙 好 接著我們去到結語的部分 在這本書 我抽取了小部分的內容 去拍這段片 例如 數字盲 有什麼徵狀 又或者 我們怎樣去問問題 去幫我們做IES 將利物浦 教宗 和英國皇室的千絲萬縷關係 亦都呈現了一次給大家看 但其實這本書 我覺得很有啟發 很有共鳴的 其實是以下這一段說話 其實他是在說 我們在這個大數據的時代底下 究竟我們的生活 應該怎樣去應對 在這個大數據的時代裏面 我們每個人 其實都可能被視作為一個百分點 我們的生活是被人統計 被人呈現 被人又有詮釋 我們可能知道的事實 但你未必看見真相 其實意思就是 我們能夠看得到每一個的數據 看到每一個的調查 但調查背後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調查的人數多還是少呢 他問的問題 究竟是問些什麼呢 從而獲得某一個的結果 呈現在我們眼前 但你真的未必看見真相 其實是因為我平時說給大家聽的 數字是不會說謊 但人會說謊 數字是很直接的 但人是可以很扭曲的 做research的人也好 分析那個調查數據的人也好 其實他怎樣分析 和你怎樣去聽那些數據的分析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究竟你是不是數字盲 你是對數字沒有感覺 還是你的數字有感覺之餘 亦都信了分析數據給你聽的人那一套呢 其實這個也是說 我們在這個大數據時代生活下 究竟有些什麼要去處理 要去面對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些數字盲的東西 知道多些怎樣做一個統計 知道多些怎樣去分析統計的數據 其實我是非常建議大家去買 今期的突破書籍 其實這本書我覺得內容很豐富 當然了 突破書籍其實是 講很多有關於通識教育的東西 尤其是今次我覺得 能夠拉得上IES的關係 是零射多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想IES做好一點 去做一個調查 做一個探究 其實想加多一點認知的話 其實這本書我是強烈推薦的 所以如果你有不同的問題 有任何不同的 comment 非常歡迎大家在樓下的message box 是留給我的 下次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